二十三號下午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與前總統馬英九 一起進入軍約飯店準備與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以及民眾黨母雞柯文哲 在藍白河最後關頭舉行三方會談 一系白色襯衫搭配藍色西裝外套侯友宜面帶微笑 與馬英九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現場等待 郭台銘與柯文哲親自迎接彼此握手寒暄行禮如宜 沒想到會談開始之後場面卻一度火爆 所以我們才準備三個位置突然五個人 原本說好的三方會談侯友宜卻請來馬英九見證 更是讓柯國都有些措手不及 那我說馬英九會不會來他不會來 我說朱主席會不會來他不會來 我跟柯主席幾乎都擠得熱鍋麻蟻 我想問一下朱主席他要告訴我們是站在哪個立場 那我這樣好調我們好調座位好調方式 好不好 請主席回答 我還是坐著講好了 今天非常謝謝 主席來我要請他回答 我是主人 對不起 沒關係沒關係 我先 因為你是我邀請來的 你叫我來邀請 你叫我來做湯科 那這個我今天婚禮是我來辦這場你們的婚禮 我想大家的婚禮我們應該請我來 請主席講一下站在什麼立場 不知侯國兩人局勢緊張 侯友宜更是當場朗誦自己和柯文哲的簡訊 會談不成反而成了侯科鍋的大型吵架會場 甚至會議要結束前還發生這個插曲 就如同郭董也不會去要求朱主席說檢視五月份的十幾份民調 千萬不要侮辱五月份的民調 那三份參考民調是每一份都是真實的 所以經得起所有的考驗 用污衊的方式絕對不是我們今天願意見到的 郭台銘競選辦公室發言人黃世修 提及五月份的國民黨內民調 點燃朱立倫怒火 一個多小時的會談依然沒有共識 眼看登記截止再集 再也到底如何整合能夠討論的時間 正在一分一秒減少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